生命纪 第三十二章 耶和华的名 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 他是磐石 他的作为完全 他所行的无不公平 是诚实无畏的神 又公义又正直 这乖僻弯曲的世代 向他行事邪僻 有着弊病 就不是他的儿女 愚昧无知的民啊 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 他岂不是你的父 将你买来的吗 他是制造你 建立你的 你当追想上古之日 思念历代之年 问你的父亲 他必指示你 问你的长者 他必告诉你 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 将世人分开 就照以色列人的树木 立定万民的疆界 耶和华的分 本是他的百姓 他的产业 本是雅各 耶和华 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 吼叫之地 就环绕他 看顾他 保护他 如同保护眼中的铜人 又如鹰 搅动朝窝 在除鹰以上 两翅山斩 揭取除鹰 飞在两翼之上 这样 耶和华 独自引导他 并无外邦神 与他同在 耶和华 使他成价地的高处 得吃田间的土产 又使他 从磐石中扎密 从尖石中吸油 也吃牛的奶油 羊的奶 羊羔的枝油 巴山所出的 公棉羊和山羊 与上好的麦子 以喝葡萄汁酿的酒 但耶稣伦 渐渐肥胖 粗壮光润 踢跳奔跑 便离弃造他的神 轻看救他的磐石 敬拜别神 触动神的愤恨 行客憎恶的事 惹了他的怒气 所祭祀的鬼魔 并非真神 乃是素不认识的神 是近来新兴的 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 你轻忽生你的磐石 忘记 缠你的神 耶和华 看见他的儿女 惹动他 就厌恶他们 说 我要向他们演面 看他们的结局如何 他们本是极乖僻的族类 心中无诚实的儿女 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 触动我的愤恨 以虚无的神 惹了我的怒气 我也要以那不成子民的 触动他们的愤恨 以愚昧的国民 惹了他们的怒气 因为在我怒中 有火烧起 直烧到极深的阴间 把地和地的出产 尽都焚烧 山的根基也烧着了 我要将祸患堆在他们身上 把我的剑向他们射尽 他们必因饥饿消受 被炎热苦毒吞灭 我要打发野兽 用牙齿咬他们 并土中复行的 用毒气害他们 外头有刀剑 内饰有惊恐 使人丧亡 使少男 童女 吃奶的白发的 尽都灭绝 我说 我必将他们 分散远方 使他们的名号 从人间除灭 唯恐仇敌惹动我 只怕敌人错看 说 是我们守的能力 并非耶和华所行的 因为以色列民毫无计谋 心中没有聪明 唯愿他们有智慧 能明白这事 肯思念他们的结局 若不是他们的磐石 卖了他们 若不是耶和华 交出他们 一人 也能追赶 他们千人 二人 也能使万人逃跑呢 据我们的仇敌 自己断定 他们的磐石 不如我们的磐石 他们的葡萄树 是索多玛的葡萄树 俄摩拉田园所生的 他们的葡萄 是毒葡萄 全挂 都是苦的 他们的酒 是大蛇的毒气 是毁蛇 残害的恶毒 这不都是 积蓄在我这里 封锁在我府库中吗 他们失脚的时候 深渊报应在我 因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 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 必速速来到 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力 无论困住的 自由的都没有剩下 就必为他们深渊 为他的仆人后悔 他必说 他们的神 他们所投靠的磐石 就是向来吃他们寄生的汁油 喝他们奠祭之酒的 在哪里呢 他可以兴起帮助你们 护卫你们 你们如今要知道 我 唯有我是神 在我以外 并无别神 我使人死 我使人活 我损伤 我也一致 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 我向天举手说 我凭我的永生启示 我若磨我闪亮的刀 手掌审判之权 就必报复我的敌人 报应 恨我的人 我要使我的剑 饮血 饮罪 就是被杀 被掳之人的血 我的刀 要吃肉 乃是仇敌中 首领之头的肉 你们外邦人 当于主的百姓 一同欢呼 因他要身 他仆人流血的冤 报应他的敌人 竭尽他的地 救赎他的百姓 摩西和嫩的儿子约书亚 去将这歌的一切话 说给百姓听 摩西向以色列众人 说完了这一切的话 又说 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 你们都要放在心上 要吩咐你们的子孙 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 因为这不是虚空 与你们无关的事 乃是你们的生命 在你们过约旦河 要得为业的地上 必因这事 日子得以长久 当日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上这亚巴林山中的 尼泊山去 在摩亚地与耶利哥相对 观看我所要赐给 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 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 归你列祖去 像你哥哥亚伦死在 河尔山上 归他的列祖一样 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 加迪斯的米利巴水 在以色列人中 没有尊我为圣 得罪了我 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 你可以远远地观看 却不得进去